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虾饼 虾 虾肉做成饼 煎 不是炸出来的 煎出来的 听起来好像挺复杂的 不复杂 国际我们有一个传统菜叫煎虾饼 对 是吧 炸虾球煎虾饼 我们这次加点香醇 叫香醇煎虾饼 好吧 您说不复杂 我们就慢慢跟您学 行 那在学之前 今天既然主角其实我觉得是香醇 因为它是实例菜嘛 虞先生给我们说说吃香醇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香醇它有方向开窍的作用 然后可以促进食欲 里面的矿物质的含量 维生素的含量也是非常多 但是一定要吃新鲜的嫩香醇 等一下 一定要吃新鲜的嫩香醇 那标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对 香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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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醇芽 对对对 在市场上买的时候会连着底下一块 肯定是 对 下面有一截回去要剪掉 回去一定要剪掉 底下是不能吃的 对 然后它是不是嫩从哪能看出来呢 就是完全看叶子的状态 对 一个是看叶 再一个可以掐一下它的那个杆 对 看看是不是 能不能掐的洞 用这个判断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的 如果不太新鲜会怎么样呢 不太新鲜的香醇 它里面亚硝酸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咱们大家 它天然就会那样吗 香醇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 比一般蔬菜都要普遍高一些 而且它里面也有一些硝酸盐 如果说不新鲜的话 它很可能结合成亚硝酸盐或者亚硝胺 真的 那也就是说买回来以后 一定要趁新鲜马上做 千万不能自己搁着它在 搁着的话 比如说冷冻 你把它焯一下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 只有这样才能真的把它这个保鲜住 对 把它焯一下 还得先焯一下 焯了会不会损失味道呢 焯了的话 它的一些香味肯定会稍微损失一点 但是它里面的微生素C的保留概率 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不会坏 还是趁新鲜吃吧 您看这道精致的香醇煎虾饼 饱满的虾饼香气扑鼻十分诱人 吃上一口爽脆弹牙的虾肉中 还回味着香醇的淡淡清香 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食灵美食 接下来施大师就要为我们带来这道菜的详细做法 电视机前的您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鲜虾 配料有马蹄香春 调料有料酒等 首先我们买比较新鲜的虾 当然活虾更好 好 我们给它煲成虾肉 你看这种虾 叫新鲜的 就是头跟身体连着呢 没分开 分整齐 我们把这个虾头 虾头剥掉 您刚才摘虾头的时候 想起有好多老人老说 那个虾油不能扔 这个虾油比起其他的一些动物油来 是不是也算那种 很富含胆固醇 或者什么特别高的东西呢 虾里面其实它油脂 脂肪的含量是非常低的 它比鱼的脂肪含量还要低得多 但是它那个所谓的虾油 其实就是虾脑子 其实虾脑子里面会有一些脂肪酸的含量 脂肪的含量 另外它里面的胆固醇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如果有一些高血脂 血脂非常高的朋友 那么您一定要注意 尽量吃虾肉少吃虾脑子 其实对好多老年人 反而就应该少吃这类的东西 咱们大概得需要包出个几个虾来 就合适了 这个一盆基本上是 它一斤虾 一斤虾一般的可以出半斤到六两肉 对 还有一个我们如果说嫌麻烦的话 我们也可以买点新鲜的虾仁 虾仁做 对 但是效果肯定没有新鲜的虾好 剥完了以后还要再去虾馅吗 对 包含我们洗一洗 洗一把虾馅去掉 去掉我们产生虾粒 不要产生虾蓉 产生虾蓉没有口感 对 这个虾煎虾饼吃口感特别脆 对 而且你一咬一咬就觉得是虾肉做的 如果我们斩成虾容 它这口感第一不好 第二让人感觉到好像是 感觉是鱼做的 对 不是虾做的 有点亏啊 虾剥完了 但我们得把虾馅给去了 对啊 因为这个虾背有一虾馅 我们给它先破两瓣 破两瓣 到时候一洗一下 摘出了虾馅 哦 就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轻松的把虾馅去了 对啊 这有时候我们在家里还要抠吃半天 其实可以这么片完了洗洗就行了 对 一洗洗摘就行了 好 基本上都弄好了 吃完了 我们搁点水 把它摘一摘 把这摘一下 你看 这会摘起来 也不是粘呀 这可水 你看 这会摘起来 你看看 这也说还洗干净了 这就好 还有点牙齿 对 我们做这个虾馅的时候就可以片开就无所谓 嗯 虾馅你也看着眼睛 好 把虾肉背开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水中简单的清洗 用手挑去虾馅 这个方法不仅可以防止虾馅断裂 还能够洗掉虾肉中的杂质 您不妨试试看 好 你看我们下线摘完了 全清理好了 也干净了 嗯 我们现在看打虾泥 打虾泥 对 这是个力气活吧 这太简单了 这个一拍一会儿 千万要轻轻的 你看 千万不要 一吃清 一吃清就烂了 就彻底烂了 对 因为虾很嫩 你看这个 轻轻一拍 你看 一拍就散了 容易入味了 对 好 这是为了入味 对 待会您会用什么方式把它变成泥呢 不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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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粒 粒 粒状 那就还是靠切了 因为这个虾蛋白质很丰富 它可以起粘度 你知道吧 嗯 把虾肉先这样拍一下 对 拍松了它 拍松了 嗯 往里头 好 哦 你看 差不多了你看 你就看这个 一会儿就特别 你看特别黏吧 你看 嗯 是吧 到这个程度就是我们 你看你看你看 嗯 多黏 啊 你要搅成泥的话 就就就就就 太熟了 嗯 确实是看着 猛一看跟那个泥好像差不多 但是能看出其实那个虾肉质 对 你看 对 还一粒一粒 是的 我天哪 我觉得这样 摔一下是吗 摔的感觉到 就有点 腻了 就有点润了 嗯 好 现在还是在摔 对 石大师说要摔到感觉到有一种润的感觉 哎 你看现在比较润了 我们现在 现在打着盐 嗯 嗯 打盐往里揣盐 揣 啊 就是这个 不是瓣 我得看看这动作才能知道 你看这个盐啊 看看您是怎么做的啊 这个少量的盐 这千万不要咸了啊 哦 一点点盐 你看我们 船它 知道吧 这不能和 这个是在揉盐 把盐分揉 对 充分揉进去 嗯 你看 这个过程中只需要用点盐 别的动作 只需要用点盐 好 好 我们这儿做好了 你看 好 把香醇 马蹄 给它切好了 拌里头 再给它和匀了 好 好 这个刚才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就算暂时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做下一个步骤 好 您说下面就该把这些配料 给这个制成小小件了 对 做链 嗯 这个切末 这个马蹄拍了 也切小链 嗯 你比如说你切成小粒以后 吃着嘴嘴 它发感 嗯 你拍一个拍酥 就变成既有那个颗粒状 但是它又不是那么在嘴里 对对对对 很支冷的感觉 对 我们应该做这个应该搁点葱姜水 嗯 下面我们呢就切点姜饼就行了 也可以 是吧 对对对 好的 好 嗯 因为我们本身做葱姜水 啊 呃 你看在家里比较麻烦还要泡 对啊 我们切成酱 它一定要细 哎呦 这可真是健功夫 其实吃大师选的 刚才我都没有注意到马蹄这个 光注意力全在乡村上 你看那个 这是小米了 嗯 真正的小米 很细很细 小米粥的小米 嗯 完了以后我们拍这个啊 啊 轻轻的啊 先把它拍散啊 慢点啊 你别别阿姨儿 健了啊 你看你看 嗯 酥了吧 一会儿 这也太容易酥了 哎 你看 这个马蹄是生的还是您煮过啊 这个应该是鲜马蹄 我们用的 新鲜的 把皮去了以后 如果我没有鲜马蹄的 像冬天可以买点罐头的 罐头的 对对 我刚才注意力全在乡村身上 都没注意马蹄 这两样东西配在一起 我以前还真没试过 这种搭配 一般的做这个虾饼啊 或者说虾丸啊 搭配点马蹄 嗯 它口感就特别好 你看我们做四一丸吧 嗯 多个多个马蹄 是为了让它有一种很清爽的口感 对 而且从营养上来说 这个虾肉 它含磷含蛋白比较高 那么就应该搭配一些低蛋白的 然后算是纤维含量比较高的 钾含量比较高的时候 那就可以比较素的这个材料 然后加到里面去 它的这个荤素搭配的效果 才是最好的 嗯 这个特别是香醇 它有它独特的味道 对 而马蹄不是那种味错重的东西 没错 它是清甜清甜 刚才石大师用的是鲜的马蹄 这儿的马蹄 马蹄有一种非常这个 非常好闻的清香味 对 和这虾肉特别搭配 嗯 把生姜和马蹄切碎之后 石大师又把香醇切成了细末备用 那么接下来它又会做什么呢 好 现在已经切好了香醇末和马蹄末 我们搁点料酒 嗯 盐也搁了 搁点料酒 盐也搁了 对 少量料酒 好 我们现在还继续和这馅 就是加上这两味以后的这个 合成了实际上 对对对 这个还是揣吗 嗯 还是你看货啊 还是你看 你看 你看我这手 这手掌 是吧 对 等于 我明白了 就不是我们一般拿这个筷子搅 对 这一个碰了手法 就这个揣一下 对 感觉像在按摩似的 对对对对 这个过程可能就把那个马蹄的那个甜水啊 还有香顺的那个香汁啊 对 完全都渗进去了 你看好 我们那你看 和好了馅你看 很滋润你看 对 这就不用摔了 摔完了馅呢 多 就只有瞎摔一下 加上这就不用再摔了 对 你看 好了 这个料已经全都弄好了 嗯 接下来就该下油锅了 您说 等一会儿 我们呀 为了方便 我们拿一个盘 我们把这个呢 挤着盘里的做好模子 哦 把它下锅一煎就行了 好好 拿个盘哈 嗯 好 拿一盘 虾饼的模子做出来 对 但是呢 我们还要要蘸点水 要不这虾饼特别黏 老蘸手 哦 蘸手 对对对 你看啊 嗯 我们这有水了以后 撤啊 它就不蘸了 你看啊 先做成丸子 你看像变魔术了 你看啊 这就不蘸手了 你看你看你看 是吧 做这一诀窍 搁点水就这么管用 哎 对对对 你看啊 手上蘸一点水 盘子上也弄点水 要不就下不来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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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一诀窍吧 在家里头啊 我们再 对 不蘸 哎 哎 这不蘸吧 嗯 你看 其实 那家里可以买一模子 所以还就可以做成什么雪花状啊 哎 你买一模子 各名都一控 三角形 嗯 雪花啊 我看这样就挺好的了 你看 哎 哎 糟糕哈 转气以后 你看 嗯 嗯 肥沾不是很圆 我们先把虾肉馅儿起成丸子 然后再按扁 就可以做成虾饼了 为了防止虾胶粘手带来的不便 我们可以在手和盘子上都蘸一些水 好了 现在我们的虾饼已经材料做好了 嗯 我们开始煎了 嗯 但是呢 做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选用新鲜呀 嗯 它粘性比较大 我们在家里呢 如果把握性不强的话呢 还可以搁一点生粉和淀粉 哦 你没有多大把握呀 嗯 你怕它散呢 就是你技术没掌握好怎么办 可以搁点淀粉 拉拉劲 您说的是在我们那个 油这个的过程当中 再搁一点 搁点淀粉 拉拉劲 生淀粉 好 因为这个油如果没有把握就去手上 明白了 好 好 我们放入油 接下来要努力认真记住的就是 关于油温的掌握 比如说我们想做点新鲜的 我们还可以把这上撒上点 这个面包汁 面包蟹 对 面包汁还馒头汁 我们煎完 油稍微多少煎完以后呢 我们可以码牌里 也可以蘸点番茄沙子 也可以蘸点椒圆 还可以炒点鱼香汁 喝点炒点什么汁 这又是另一种吃法 这一个原料可以 变化 对可以变化 我们这个就吃鲜的 好 留它的原味 对 你看我们割水以后 就是说您觉得现在油温合适咯 对 这个香醇的香味马上也出来了 嗯 其实这个香醇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它是自然生长的对吧 对对对 不加这个人工的香料 不用担心它会有什么打农药了或者什么的 对 好我们现在专心看石大师煎虾饼 当您刚才在这个锅里晃动 它能够很轻声的滑动的时候 您就觉得那面可以了是吧 对 那往上一闹吧 它有点硬了 而且你闻着味有点焦香味了 它肯定都行 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调火呀 嗯 是吧 如果你火太冲 它就糊了 里头没熟它就糊了 哦 所以说煎的东西都是小火 对 哦 刚才调了一下火 慢慢对 而且还得拿下火来 要不它油温热它里头没熟 是吧 离火 对 转悟转悟 我觉得把两面都炸的 就是都煎的挺住了 这是可以 浅黄色 对 这是可以那个掌握的 但是什么时候能了解到 它那个心里的成熟度呢 你看它 它抛起来了 你看 哦 对了 它一熟里头它要 张开 熟了 起泡了 对 你看它缩了吧 嗯 张开了吧 拿这个勺子按它的时候 它弹性比较好 对 不是软塌塌的那种 而且确实都比刚才个儿高了 张高了一块 那要照这么说 它已经都捧起来了 是不是就已经熟了 它马上快熟了 我们让它上个颜色 嗯 啊 就我们颜色嘛 色香味儿行吗 啊 要是颜色太焦了 你看你看 嗯 感觉熟了如果不熟里头是软的 好 我们现在开始装盘了 这虾饼见熟了 你看 你看 这个就算完工了是吗 完工了 哎 你看没有 啊 您刚才要 颜色多好 你看 要不提面包粒该多好 现在我觉得还差点面包粒 嗯 真棒这颜色 是吧 你看 是那种粉橘色 对 这道风味十足的香春煎虾饼 您学会了吧 咱们抓紧时间来回顾一下 第一 将虾包壳去虾线后 用刀拍散剁成虾粒 调入少许的盐 用手充分按压 使盐均匀的附着在虾肉中 把生姜和香春切成末 马蹄拍散之后 剁成小粒备用 第二 将马蹄碎姜末和香春末 调入虾肉馅儿中 加入少量的料酒之后 用手反复按匀备用 第三 锅中下少许的油 将虾肉馅儿 按压成饼状 下锅煎制 当虾饼变色 表面微硬时 翻面继续煎制 当虾饼明显饱满变厚时 即可出锅 这个菜 余先生您说 作为营养学上的这个讲究来说 是不是也很值得推荐 这个春天 对 特别是一些老人和孩子 如果说吃鱼的话有刺 吃带壳的虾吧 它费劲 那么这些现成的虾肉 做成的这个菜肴 既营养又容易消化 是非常好的这个美食 我们说归说 待会我们就要尝了 你能不能尝到就看 你是不是能学会做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谢谢两位 谢谢